白俄罗斯的抗议活动 妇女们一直是主力军 她们以微笑 鲜花 气球 面对警察的暴力 成为与世界其他地区活动不同的特色 周六 几千名白俄妇女 在首都明斯克举行声援游行 妇女们高喊 这是我们的城市 和你们最好保护我们等口号 要求总统卢卡申克下台 以及调查警察暴力行为 抗议者经过的街道 都被警察和安全部队封锁 据当地媒体报道 警察短暂拘留了一些抗议者 和几名记者 另外据报道 白俄罗斯记者协会表示 8月29号当天 白俄罗斯当局取消了 17名西方媒体记者的采访许可 当中包括路透社 英国广播公司 和自由欧洲电台的记者 当局这个举动 被认为是卢卡申克 继续压制新闻自由的绝望举动 同一天 美国驻明斯克大使馆发表声明 表示对白俄罗斯政府 封锁网站随意抓捕公民 限制新闻记者采访等做法 表示深切担忧 新唐人记者徐哲 陈海岳综合报道 对白俄罗斯都уть不法 被认为的 usted不 aseg� ос从 死亡 全 igual